以下节目由美国苏式药业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商界中环来到节目的美声 苏先生,说起你们已经交了去第二代家族经营 我想问一下你们每年的销售额有多少呢? 八位数字 八位数字 是,八位数字,但是我们今年的增长是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五? 是,今年的增长是百分之二十五 比高科技公司更高 那就恭喜你们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销售团队 你们现在不只是做唐人生意 现在做主流社会 是不是你今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长 是不是因为跟主流社会越来越受欢迎有关呢? 是,没错 是,是 我想问一下,你们一直有研发新的产品 2017年会推出什么新的产品呢? 2017年推出来就是有不同的白人市场 有机的产品 哦,即是那些药物充装 即是他们很喜欢吃这些 是的,例如保肝药 例如串列腺 例如减肥药 例如感冒药 例如排毒 例如保肝 利胆 排石 即是一现有,未有的 他们已经在研发中了 应该明年是一番 即是2017年就会推出的 会推出的 即是这些全部是保健产品 是保健产品 是的,是的 我想问一下,在主流也好 唐人社会也好 你们目前所有的产品当中 哪些最受欢迎呢? 当然是和兴白花油 肾骨水 幸福双方素 保健院 肾骨水 保心安油 保心安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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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开了 你现在提到这个保心安油 这个保心安油 其实有什么作用呢? 保心安油 性药温和 第一,它就是薄荷 没有水酸 所以有些人 老人家就不能用水酸 会敏感的 就用了这个薄荷 其实这个薄荷 就加了中草药 其中有一种是荆界 它是用草药浸了 再去製造这个保心安油 它保心安油 有十多种中药在里面 它有一个好处是 有时你感冒 刮沙 你可以用它来刮沙 可以用它来刮沙 刮沙 刮完沙之后 这样 擦它 它会飙寒 还有一个 就是排毒 排毒 还有一个 好像BB 有时晚上哭 你又不知道他做什么 喝奶 哭 肚痛呢 你马上拿去保心安油 和它搓 摸着肚 所以BB都可以用 因为它冷出肚子 冷出肚子就哭了 如果给奶吃又不肯 这个又不肯 它肚痛 它不会跟你说 它不懂得说 所以刚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它只有薄荷 它是很温和的 它没有水酸 它不会拿BB的肚子 但是刚刚出生的不好 它没脱带也不行 就是头十几天当然不行 都不行了 起码都过了几个月 过了几个月 过了几个月 你将它 你的手摸着它 它暖到肚子 它自然止痛 同时有时 但会不会很辣呢 塗下去 它是很温和的 你塗着手 摸着它 这样摸 就变成它 是那些 因为它受冷 之后 肚子才会很痛 是吧 你摸着它 就摸着肚子 有时它咳嗽BB 洗完凉 怕冰 你可以塗一下 就是塗在后 或者耳朵在后 去冰一下 手脚冰 就温和 温和回去 有时的BB是这样的 你把它塗一下身 就变成它 它就暖了 因为这只是很好的 所以它有一百年的历史 这只 今天很久 1907年 相信家家户户 都会有的 家户 很多都是买来 用来看门口 刮沙 有感冒 可以刮 刮沙 你跟着 你盖皮 它出汗 就没事了 就去驱寒 这样 是呀 这只是不是中药成份 是呀 里面有中药成份 它浸了中草 其中有一个经界 防风 这些都是感冒 它是医感冒的 所以它就放进去 那些游泥 但是不可以喝的 不可以喝的 只可以外敷的 在外敷 在外敷 除了BB仔 成年人 一般来说 效果在哪里呢 除了感冒 除了那些 都可以的 有时你不舒服 查一下 蚊蚊叮咬 有时都可以帮到手 最主要就是 人感冒 你可以刮沙 就是这种比较温和 它没有水羊 才会刮皮肤的 不会刮傷 你刮了之后 再倒一些保修处 上去 用手上去推个背脊 推 然后就会被封 如果那些人 譬如说腰骨酸痛 那些有没有用 都有帮助 如果它和淨骨水比 哪一样的效果呢 那它当然是 淨骨水有酒精的嘛 原来淨骨水比较强一点 但是这种比较温和 很多老人家就喜欢用的 比较适合老人家 比较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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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用 小朋友用 就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是 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不会引起猛烈 是 是 在节目结束之前 麻烦你讲一下 你们的联络方式 如果有观众朋友 有任何疑问 或者任何意见 如果你有何疑问 可以直接打电话 888-213-496-socialmed.com 他们的网址是www.socialmed.com 苏先生 在节目结束之前 最后 你有什么提示 给我们观众朋友 我最主要 我会卖出这个产品 我们都有担保 是品质保证 有问题 我可以随时回收这些产品 我可以绝对 有什么问题 可以打电话 宽众 包装里面有什么问题 随时联络我 我们会 立刻的员工会 订阅你了 即是你们都有客户服务的程度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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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们会立刻回你们 是的 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意见 可以 有什么意见 可以直接跟我服务 我们立刻会回应 好 非常好 我们多谢了 蘇先生 那我们今天呢 节目时间到了 也都祝大家呢 就佳节愉快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